北韓承認火箭發射失敗 國際社會譴責北韓發射火箭 英國首相卡梅倫抵達緬甸 這是半個世紀以來西方領導人首次訪問緬甸 在YouTube上有發布的錄像顯示 一名自稱伊斯蘭極端組織博科聖地頭目的男子 正稱將於三個月內推翻利利亞政府 基內亞比少軍隊 在星期五開始舉行總統決選前發動政變 在卡塔爾 法國蜘蛛人羅伯特 破世界紀錄徒手攀爬318米高的 多哈第一高塔火具酒店 意大利亞特納火山 今年度第六度噴發岩漿和火山灰 場面壯觀 二次 九次 十五次 百分之 五次 十六次 二次 十二次 大均 十五次 八次 十六次 五次